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就拿得很緊 過了星期五之後就不再繼續賣債了 那你快點了 變成就逼到政府做一些對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對港元又升到九元左右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好的指標 但是當然中長線英國的風險還沒有去的 我覺得這個都會困擾 不過短期就應該有些好的消息出來 加上美國已經反映了 因爲的core inflation比較高一些 變成就覺得11月12月都加0.75的比例都大 所以慢慢在市場上反映了 變成再下跌的時候暫時已經下跌了很多 都可能有個反彈 加上通脹的事實上美國是見頂 只是核心通脹是沒有的 變成我想再加了0.75 未來11月12月之後 大家都會覺得 可能未必再會加這麼多 當然都會繼續加都不定 變成股市應該有得反彈 再加上就是美股跌了這麼多 還有最近公佈的盈利 譬如金融股那方面銀行股都不錯 甚至有些銀行個別公佈了業績之後 還有6%升 變成我們看到雖然它的盈利又下跌 但是好過預期 這方面都是不錯 最近我們還看到很有趣 就是因為美國股市跌得多些 很多出名大的PE分析 創頭那些基金 就是投資未上市的企業那些基金 居然去買上市的科技股 或者其它方面的新經濟股 它們覺得跌得很便宜 所以它們都有買 也都是提供一個很不錯的資金 就流入在這方面 所以對市場有些正面的作用 加上美國11月選舉 我猜現在聯儲局已經做了事情 跟著就希望股市反反一些 做一些好的氣氛 也都可能有助的選舉 這個是政治上的 所以短期就有機會帶動回 我想香港股市會做得好些 也都不定 其實道指隔晚收市的時候 都還是站在3萬點的大關 今個星期都會多隻的藍籌股 會公佈業績 我們就看看美股那邊 會不會都帶動到港股呢 今個星期的走勢 看看港股方面 港股跟隨外圍高開247點 一度是升超過280點 但是之後就升幅收窄了 更加出現過倒跌 去到中午的時候 都見到是有得升上去 那就補16784點 升171點 破華想問回呢 見到你說畫兩條線 那就是16300和17000 其實那個上網空間去到17000 好像水位都不算很高 其實你會不會對後市 都是比較上漢膽一些 和你怎樣分析對於港股的走勢呢 港股的時候 我想短期壓力都幾大 因為都是繼續陰桿的情況 那主要就是我們有些期望 就沒有那麼快 比如說動態清零 那大家看到20大之後繼續 那變成很多 本來刺激到的股市升的時候 都沒有了 那再加上大家看到 就算是來需股這樣 都變了都是遇到幾大的影響 那就算你說我們強勢的 譬如說日後重開股 譬如說國泰航空 或者其他大家都看到 就升幅之後 其實是跌回的 那我覺得這方面就看到 就對我們的股市就有些影響 那和17000我覺得的阻力都幾大 那所以這個位置是很重要 如果破得到呢 是有機會再上一些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我想17000這個位置就阻力大 那所以大家要看 就希望美股有多些力 和或者我們內地 20大重體還沒有好的消息 那加上現在短短期的 就說GDP 中國的GDP 就好像是押後 那些人又不知道想些什麼 那變成要看 如果那個GDP出來是好的話 可能都會有些幫助的 明白 那我們五市進擊 當然要派提示 那不如我們分享一下 今天究竟有些什麼提示 派給大家 那Paul就說選了電力股 那電力股方面 你看一看今天的股價走勢 都是就是 頭三隻股份 都還是維持到升勢的 包括農業電力 升超過4% 滑養電力 升超過3% Paul想問一下 其實電力股 過去一個星期都已經升了一陣了 有沒有說哪一隻可以最落後 或者是選擇得過的呢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想風險大一些 那你就做中國電力 因為它比較落後一些 還有我們看它的 其實清潔能源的佔比 都大了 佔了50.7% 其實同比是升了3.6% 所以還是繼續不斷的轉型 所以我們覺得 也都是 它們都不斷的收購這些再生的能源 所以我們看這隻股價來講 我覺得是3元以下 應該可以想的 有機會 如果破了3.2.5% 今天曾經去過 站不穩 如果能夠站得穩 有機會再升高一些 3.6%至3.8%都有機會 所以我覺得這隻就比較便宜些 如果指洩來講 我覺得2.8% 大家看到它就 一年低位 應該就不會穿的 短期來講 加上冬天來 用電量應該會多了 雖然大家都知道 就是那個疫情 其他東西就有影響到生產 還有工業用的電力 但是我覺得 冬天來的時候 用電都應該會繼續多 加上就是 俄羅斯 給我們中國的石油 或者其他能源那方面 價錢是7折左右便宜些 變了對我們的通脹壓力 就沒有那麼大 剛才也看回 阿波利的目標價是3.4了 但是現在其實已經3.1號2了 買完之後會不會是 適合一個短線的部署呢 還有看到52周高位是5.6左右 其實會不會說3.4呢 指贊位呢 會設的比較上 就是謹慎一些 我覺得是比較謹慎一些 那短期因為大家知道 其實港股都是很波動的 那有機會其實3 其實今天都去過差不多3元頭 就是我覺得3個0.8 3元頭總是3元以上 跌不穿的時候 你可以買回 買回的時候上升 如果3.4也有十幾個% 如果穿了3.4 我自己覺得就 繼續有機會再上 那所以我覺得呢 就應該是可以 這隻就是最落後的 明白 中國電力呢 就是升一先報3.1號2 我們看看其他的貼士 那阿波利也都選了這個龍原電力 那在新能源方面呢 就是你是比較上 喜歡龍原電力 是風電股來的 那其實那個原因呢 主要是什麼呢 還有目標價值 蝕買入價呢 會是怎樣定呢 其實呢 這隻龍原電力呢 大家都知道 就是新能源的龍頭來的 那其實呢 它的發電量呢 是升了的 是比2021年呢 是升了23.76%的 那風電呢 其實呢 就增長32.16% 火電呢 反而是跌了的 15.39% 那其他再生能源呢 它的增長是78.8% 那所以是龍頭的 那龍頭來講 其實都不算很貴 其實大家看到呢 其實它一年的低位呢 都是在9.5%左右 其實在低位裡面呢 都不是升了很多 那我覺得呢 如果好像今天 能夠在10元頭呢 就是隨時的波動 那我覺得你10元頭呢 如果跌穿那個 一年的低位的時候呢 你就走了 如果不是呢 我覺得有機會 是上回 甚至是11元都有機會的 如果上到11元的爆幾 我覺得這個位呢 有機會的 如果衝過了這個阻力呢 再上12.75% 那當然呢 就短期呢 我覺得這隻龍頭股呢 因為中國那個 我想是新能源那方面 是一種繼續推動的 那這方面龍頭股呢 應該是不錯的選擇 那加上大家看到的低位呢 就一年的低位 都不是很 距離很遠的 那所以我覺得呢 應該大家可以在這個情況呢 就分散風險 就買了這個龍園典力 如果要投資的時候 就是簡單來說 是抵買的話 就是因為我見到你的 紫兆偉都是升9.5元 那買入價是10.2元 其實基本上呢 就是現價已經可以 差不多買得了 這些就是龍園典力 是啊 那可以便宜幾個百分比 有些機會的 今天升了4點幾個百分比 看一下 就是它沒有波動的時候 有機會是 10元頭 10元3 10元頭的時候買 那帶著這兩隻股份的貼士先 那其實除了這兩隻股份之外 就是一些新能源的股 包括光復股那邊 今天呢 都可以看一看的 那光復股那邊 我們都見到 基本上版面上 都是有得升的 那有沒有說 即是版面上哪一隻 可以hold得過呢 因為其實見到 部分股份 例如是信義系 之前那幾天 都跌了很多的了 那門匯已經是夠了 跌得夠殘 還有如果要選的話 是選哪隻呢 還有我們都要留意一個風險 就是內地的監管部門 之前都說 就是要去限制這個光復業 炒作台價 那其實有沒有些什麼風險 要大家留意一下 我覺得有的 因為限價的時候 那對它們的影響一定有 還有對它們的盈力的增長 也有 還有譬如說 信義光能 那這些波動就比較大一些 受影響 那只能夠就是 我想這些短線的趨索 就是說 跌了低的時候 早前跌到差不多 是低位7元 那麽上頭的 就沒有跌穿的 但是那個位 就應該是可以去想 但是那個波動就相當之大 那我建議都是 就是這些電力股 會是比較 雖然它們都有波動 但是波動相對較少 會是好些的 所以如果你說要選擇的時候 我覺得你除了選 916 農園電力 2380 中國電力 你可以選擇 譬如華潤 當然它是貴一些 但是它增長是不錯的 盈利的增長是不錯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 因為現在市場波動 就比較難掌握 明白 多謝波動的分析 想問剛才說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 我自己沒有 但是我們公司有持有 2380 836和916 好 多謝你的分析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來到開始速報的時間 今天恆子走勢反覆少少 今早跟隨外圍高開超過200點之後 曾經出現過倒跌 不過去到中午收市的時候 仍然可以升到超過170點 現在回到升多了 升超過232點 到16845點 我們看看恆生科技指數的表現 恆生科技指數升95點 到3296點 看看五大活躍港股的走勢 排頭位的恆生中國企業 升超過1.6% 到57.94 騰訊空股升超過2.4% 到253.4 營付基金升超過1.4% 到17.49 至於比亞迪股份 升超過6% 仍然維持著今早早的升勢 到204.8% 美團升超過2.4% 到153.4% 我們看看國企指數的表現 國企指數升88點 到5721點 先看看華神中國的最新走勢 帶和調高華神中國的評級和目標價 目標價升至3.9% 重大策略投資 相信它的特別股息可能會有驚喜 華神中國現在仍然維持著升勢 升超過1.2% 補3.3.2% 看看航空股的表現 東航和南航等內地民航 10月下旬開始 將會加密多條國際航線班次 現在東航仍然升超過3.7% 補2.8% 至於體育用品股方面 都有一些消息 安達公布了上季的品牌零售額 錄得中單位數的增長 被帶行調低盈利月差 兼降目標價 股價創過52週的低位 另外留意特報 中午公布了營運數據 上季的零售銷售 按年升兩成至兩成半 不過股價仍然偏遠 安達體育跌超過4.5% 至於特報國際跌超過1.3.6% 零售股方面 再看看維達國際 第三季經營 現今日利案年跌四成 維達國際下午跌超過3.2% 佈16.76% 開始速報看到這裏 回來節目時間 下午來到港股的時間 繼續升到二百多點 最新升258點 還有16872點這個水平 各項分類指數全線都可以升 地產指數都可以轉升 總成交561億多 之後再跟進一下資金流方面 看看期指 期指現在積月去到16,800這個水平 積月升近313點 下月升318點 總成交超過72,000多張 之後再看內地股市 內地股市方面 暫時的三大主要指數都可以升 而且比起上週來說都升多了 現在上證指數最新去到3,100點接近這個水平 最新是3,099點 升近13點 湖深300指數升近18點 創業版指數升幅較為顯示 升到超過1% 做在2,468點這個水平 這個時候找了嘉賓出去一齊談 這一節有Kingston在這裡 Hello Kingston Hello Crystal 你好 是的 港股客就來講 早上一度轉跌過 現在又可以再轉升 你看這個反彈力度可以有多強 都其實相當之是反覆的 早上時間曾經去過16,860點這個位置 曾經跟著又再跌下去倒跌 現在又再升上去全夜的高位 16,8880點這個位置 可以想而知的話 就相當相當之是反覆的 市場我覺得信心就沒有那麼足夠 因為你看看外圍今天 或者昨晚的升市來算的話 靠什麼呢 完全是靠英國傳來的消息 關於新的財相 一些減稅計劃 就停止這些 令到英鎊的確出現了一個挺好的升幅 去到1.13、1.14這些位置 令到美元也都回到 現在報到1.11這些位置 都是近期一個比較低的位置 這個就刺激到美國股市昨晚上升 今天來到亞洲區的股市來看的話 亦都這樣相信都是由於外幣那方面的情況 美元就轉弱一點 人民幣也都回到720以下這些位置 所以令到股市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但是問題就是說 英國的局勢不是那麼穩定的 如果蔡惠希他真的有個機會是下台的話 會不會又引發了其他一些新的動盪出現 令到英鎊不穩 美元又再升回呢 隨時都有些這樣的機會 所以股市就看的話 與其就算有升去到某一個位置的話 都應該會獲得一些獲利盤出現 令到指數再跌下來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上個星期五的指數曾經上到17,028點之後 是很明顯地下跌下來的 如果來看的話 亦都要大家留意著 或者不是今天 或者這兩天 看看17,000點 或者10天線的位置 17,100點這個位置 可不可以真的出現一個突破 站得穩 如果今天就是現在 陰燭和陽燭之間 如果今天都出現了一支陽燭的話 是一個利好的 但是當然要真的站到17,000點之後 才看有沒有機會再進一步反彈 否則的話 又隨時好像上個星期五 這樣升完之後 彈完之後又再散過 但是如果是這樣 你看說上方就17,000點有阻力了 彈完又再散的話 散的程度會去到幾散呢 要不要再試試之前去到 可能是11年低位 歐債底這些水平 我覺得機會是大的 因為現在英國的問題 令到英鎊升上來 美月跌下來 都是一個短暫的政治因素 不是真的涉及關於經濟衰退的情況 甚至息口變化的問題 現在市場或者估計 英倫銀行如果要加息的話 可能不去到一里 只不過是四分三里 這個就有利的 又輸解了一些 大家怕著加息的問題 但是未來的時間來看的話 都還是經濟這個 才是一個最主要的因素 如果真的顯示到 就加息 令到經濟出現一個衰退的話 我相信歐美股市的話 都是未見到一個底 情況之下 港股再下去 試回去 16170 11年的低位 甚至乎跌穿的話 都幾乎都幾乎大的 當然最主要就是 大會之後 有沒有好的政策出來 如果內地那方面 沒有一個好的政策出來的話 我相信股市看的話 會持續地下跌 市新的低位 好 不過暫時就看一看 能不能夠挑戰 17.7的這個水平 不過今天其實 整個車股來說 都反彈得不錯 當中尤其是要講比亞迪 發營起之後 今天最好藍籌都是他的 現在繼續都升到 挨近百分之六 看一看他的營起的數據 就說 預計上季可以賺到 55億至59億人民幣 那年你計都升到 3.3至3.6倍以上 Kingston 如果現在我們再往前看 第四季 都是一些賣車王貴 你看對於他那個盈利 又或者是股價 還有沒有再進一步的推動作用 還是好像跟你剛剛講的 大市的情況一樣 這個只是一個短期的反彈 我相信都 基本面來看的話 它是相當相當之好的 今次第三季的業績來看的話 相當之強勁的增長 甚至乎他頭過三季的盈利來看的話 比起某些行的預測 全年的盈利 都還要多的 即是說已經提早 達標全年的盈利預測 所以 因為他買得 買車買得好 買車買得好之餘的話 他就不只是內地買車買得好 他現在是賣向國際 這是一個很好的市場 它可以慢慢進入國際市場的話 其實對於未來的時間 一定會是一個幫助 現在的市場都預期它 未來一年的話 接下來的一年的新的一年的話 它的銷售來看的話 可以去到250萬部 這些那麼多的 即是比今年的預測來看的話 隨時會升多100萬部都不定 即是說 基本因素來看的話 它是很好的 現在只不過是有兩個 就是客觀點的因素 外圍因素 影響到 第一當然那個市 市回的話 它都難免都是要再回到180 這些位置 第二當然是說 到底股神會不會 等你的股價升下升下的話 它又股價貨呢 這兩個因素來看的話 就不是自己本身的基本因素 這個就是沒得控制 所以 現在這樣的環境之下的話 對於一些好的股票來看的話 都還是一定需要有個戒心 在那裡 你剛剛都提到 兩大的因素 一是大市匯 二是股神巴菲特去減持 不過就現在看著 這個刑企消息 大行對於它的看法 都真的看得很樂觀 雖然說摩根士丹利 就說其實它現在的基本因素 都還是穩健 就說雖然有股神減持的壓力在那裡 但是就覺得那個短期的股價 反應都還算正面 現在看到版面上 三大行其實比它的目標價 都比得很離地 花期最高看到640元那麼多 不過又這樣 即是現在看著內地那個市場的競爭 那個情況 不知道這宗新聞 會不會有少少啟示給大家 現在就說車廠 快爾階士拿的母公司 就說可能完全停止在內地去生產汽車 主要其實就看著 那個內地的那些國產車 都有些壓力 現在看Kingston 你看覺得這個新聞 對於市場的競爭 有沒有什麼可以見到呢 是不是真的反映 就說國產車的競爭優勢是真是很強 如果是這樣為少利那些 你又覺得有沒有條件爭贏呢 現在的競爭來看的話 不是說國產車或者是愛地的車 愛國品牌的車 現在的競爭是來自傳統的燃油車 和電動車的競爭 如果你真是一間公司裏面 沒有發展電動車的話 你一定會被淘汰的 因為未來的時間 基本上就會停止是用燃油車的了 全部都用電動車 如果你公司沒有這些發展的話 你怎麼可以生存呢 所以很多就是 剛才你提到的 雪鐵龍或者帕爾 甚至乎奧寶裡面 或者Krasner 這些來看的話 歐洲荷蘭的品牌 或者美國的品牌來看的話 如果它真的不可以 在那個電動車的行業裡面 有一個競爭的車輛出來的話 一定會被淘汰的 這個大家要留意一下 好 繼續看著這個市場競爭 就是電動車和燃油車的 中間的競爭的情況 暫時比亞迪 繼續升到6% 還有205.4% 其餘的車股普遍都有得升 今次和Hingston談到這麼多 我們先休息一會 來到即時密博的時間 恆子中午收報升超過170點 但下午回來的時候升多了 一度升超過260點 挑戰今天的日中高位 我們先看看恆子的成份股升跌比例 恆子成份股升跌大概超過六成左右 是有得升 至於下跌的比例大概有三成左右 先看看最佳藍籌的表現 當眾留意比亞迪股份發了營起 今年頭三季和第三季的盈利都預計有得升 比亞迪股份仍然維持著 早上升勢升超過6.4% 至於排頭位的阿里健康升超過7% 信義光能升超過6% 信義光學升超過半成 至於韓芯製藥升超過4.5% 我們看看跌的板塊 最差的恆子成份股裏面 我們看看財聯社 為了找樓市再出大招 多地政府大手不敢回舊商品房 受到消息拖累 看到版面上最差的恆子成份股裏面 都不乏有一些內房和物館股的身影 碧桂園服務跌超過4.8% 碧桂園跌超過3% 即使密博看到這裏 回到節目時間 恆市繼續維持升200多點 最新在16,800水平 最新在16,817點 升205點 內地股市方面 都繼續保持升勢 上正指數但升幅收窄了些 最新只升4點 做在3,088點 深正城市最新升64點 做在11,227點 看一看十大活躍股份 現在的牌位 看到牌頭位 恆生中國企業跟著國子走 升幅超過1% 騰訊方面都可以升超過2% 上回254元這個水平 應副基金跟著大市當然都可以升 最新升1% 美團升4.1% 上回153.8% 比亞迪就出現迎起後 股價繼續有追膨 最新升超過6% 今日最好籃籌就是他 最新現價在204.8% 看六至十位 阿里巴巴繼續升超過3% 上到75.8% 安踏體育公佈了零售數據 部分大行不買 有些都要調低目標價 股價方面 早段一度要跌近一成 現在繼續跌超過半成 做在77.6% 今日都見過52周低位 至於之後還有體育用品股 李寧繼續都要跌超過1% 若明生物跌幅 矮近2% 做在49.1毫半 南方行生科技 暫時可以升超過2% 做在3.254 看藍售股表現 匯控情況如何 今天英鎊便回升 匯控都有得更升超過2% 做在42.05元 有邦可以升到1毫 至於中移動方面 都是偏遠最新跌5 港交所升幅超過2% 做在259元 明天會公佈業績 至於煤氣暫時偏遠 最新跌1 做在6.61元 這次找回Kingston出來 談談焦點股份 今天體育用品股 不斷陸續出一些零售數據 剛剛我們都提到 安踏今天跌得比較多 看看中午公佈的特寶 它都出了 上季零售銷售按年來計 都可以升到2%至2.5% 這個升幅和第二季都相近 就說這個折扣水平 維持在七至七五折這個水平 存貨的周選就要4.5至5個月 就略多於上半年的4.5個月 不過Kingston看著股價來說 就下週來說都算是還能保持 升勢現在繼續升到超過2% 是不是都看回數據 其實跟安踏比較 它的基本面又視乎是好些 在增長方面 絕對是的 雙型見絕 安踏的話 它第三季的銷售增長 只不過是中單位數 即是說可能5%至6% 但是你看到特寶來看的話 20%至25% 都差很遠 所以這個數字出來之後 下週一開始的時間 但是特寶的股價仍然是有少少跌幅 但是之後的話 大家就 我相信大行立即出發報告 立即報告就出來了 令到股價現在升至近3% 那麼多 由低位呢 今天低位7.21% 現在升上去7.9%這些位置 即是低位反彈了成7毫子 差不多一成那麼多 所以我相信今次的數據出來的話 對於特寶的股價的幫助 是相當相當大的 但是你說未來的時間的話 可不可以 第四季都仍然相當好的表現呢 都還要看著到底 內地那方面的措施 第一節都講過了 即是內地關於零售那方面 大會之後 會不會有些什麼新的措施出來呢 因為第三季度來看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是說7月份至9月份 這個第三季來看的話 其實呢 這麼大的差異在這裡 相信都是由於他們的銷售渠道 方式有些不同 所以會出現了數字的不同 因為第三季度 很多都是 還有疫情的情況 雖然就是 那個消費券那方面 是由第二季已經一直推出的 第三季整體銷售的情況 其實是轉差了 都是因為那個防控 疫情那方面有個升溫 但是呢 都出現了一個 這麼好的第三季的增長的話 其實我相信市場都幾收貨 只不過是說 第四季可不可以維持 這個才是一個最主要的問題 但如果是這樣呢 即是你看這個消息去看 短線來計 特報可以上到什麼位置呢 如果短線來計的話 就是上網十天線先 十天線其實都不是說差很遠的 八個一左右 他們現在來看大概三毛錢 即5%左右 都未必一定可以很明顯的 這樣向上突破 雖然也是 基本因素是ok的 只不過就是一些 就是外圍因素 甚至乎就是 客觀因素 到底會不會有新的 撤擊經濟啊 撤擊消費的措施 在大會之後會推出 這個呢 都是一個相當大的 對於股價可不可以進一步上升 最主要的原因的 明白 暫時都是看著這條十天線先 見著股價呢 繼續都可以升到百分之二過外 今天的高位去到七個九毫四 現在繼續都在高位上徘徊 看看其他的體育用品股 不止就是安達和特報 其實361度都公佈了些消息數據 就說第三季岸年的主品牌來計 岸年可以有中商位數增長 看著現在361度都升到超過百分之二 看看李寧 安達 繼續都是要向下 安達繼續跌超過半成 新州就偏遠跌四毫子 做在六十個九毫半 我們都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范小姐在電話旁邊 Hello范小姐 Hello范小姐 Hello范小姐你好 我想問一問這個 永利200的 河流高位都入了 八個零四入了 那我現在應該怎樣做好呢 要不要孤走呢 八個零四的話 應該是上年的事 已經是 到現在握到十月了 都已經差不多過了一年 股價來看的話 就真是先前的升幅痰花一然 當時期的話 十月初的時候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就是中央那方面 開放了一些五個省份的自由行 或者是跟團 去到澳門那邊 所以相關的澳門股份 都是有一個升幅在那裡 但是這個消息完了之後的話 這個股價又再全部跌下來 尤其是永利來看的話 都跌了幾多下 由五個六號幾的位置 去到現在來看 只不過是四個一 就是由十月初的時候的高位 到現在來看 跌了一個半這麼多 現在的位置基本上 又是試近今年的低位 如果去到現在這個位置 叫你沽貨的話 現在沒有了一半的話 我相信你都未必會肯 如果你肯的話 其實五個多應該沽了去的 現在唯有真的 繼續只可以等 都沒有辦法 未來一段時間看的話 我覺得澳門那方面的情況 其實真的都不是樂觀的 不是樂觀的 只要內地那方面 未放寬那個防疫措施 回去之後 還要7加3的話 真的有幾多內地人士去澳門玩呢 一定不會是很多的 所以對於澳門相關的股份來看的話 第四季我都是不看好的 看看你自己肯不肯沽 如果肯沽的話 我都覺得應該暫時沽了先 因為我怕著都還沒見底 其實就 Kingston 不知你看淡這個澳門的基本面 口頭補充了 稅訊其實都調低了 澳門今明兩年的倒收預測 就說已經降到疫情前 分別就是一成半和三成半這些水平 暫時都調整了一些目標價 但是暫時都是首選 就說金沙 看著今天的賭股 都是普遍逆市要向下的了 看著剛剛講過的永利 現在跌幅繼續超過百分之二 見了52週低位 另外還有金沙亞銀魚 都見了一個月低位 現在繼續金沙都要跌超過百分之二 至於永利高煤跌幅到百分之三 Kingston 如果是這樣 金沙又會不會是你的首選 還是真的整個行業都不碰住 都是整個行業沒有碰住 你看到不只是永利跌 連最強的就是金沙和銀魚 都是要這樣跌 所以看著未見底的情況之下 沒有亂試相關股份 好了 真是先看清楚 始終整個行業的前景還是不樂觀 這一節麻煩了Kingston 分析了 我們休息一會 一節財經消息 日元匯價連跌9個交易日 曾經創32年的低位 會百日元對港元一度低見5.26的水平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出席國會會議的時候 批評投機令到匯率波動是有問題 準備必要的時候採取適當行動 但是貨幣政策要綜合考慮經濟和物價等的因素 不單止匯率 財務大臣寧木俊一也都強調 不可以容忍投機令到匯率過度波動 會以緊迫的感覺 密切關注匯率 果斷作出適當的回應 例如上個月就曾經干預匯市 但是表明即使有入市 亦都未必一定會向外公佈 日本央行總裁黑田冬然就認為 息差是日元疲弱的一個因素 但是長遠日元匯率和息差未必同步 又重申寬鬆貨幣政策 對結束通縮有作用 我自己覺得干預的時間點是越來越迫近的 因為過去這個星期日元結勢也加快了 我看那種干預的效果只能夠在暫時 叫做阻擋那個單向的跌勢 或者是暫時令到回吐 例如可能是150附近回落去145附近 但是整體上大方向是因為美日色差 和日本是沒有放棄那種超寬鬆的政策 所以一直下去跟著下去的趨勢 都會是日元繼續要重新再試 今次來的低位 兩間公司遞交上市申請 雷合金氣能製造商報揚國際 今年頭五個月收入埋近一億五千萬人民幣 按年跌百分之六 純利超過一千六百萬人民幣 升六成三 毛利率升1.3個百分點至百分之18.3 中泰國際是獨家保険人 另外石物電極製造商Senergy 今年上半年收入近六千萬美金 按年升超過四成二 純利升十六倍至到六百五十萬美金 上半年公司銷售石物電極超過一萬二千公噬 按年升百分之九 好 財經消息到這裏 休息一會 我們今晚喝尾 今晚跟ATE叫做四成二 回到郊野現場的時間 先跟大家跟進大市最新的情況 見到港官偏側回來 一度都上市早早的高位 暫時都未突破到 麥看今早恒指高開後 早段曾經升超過280點 高位逼近16,900點水平 10點半鐘打後指數一度倒跌過幾十點 低位16,500點水平都有些支持 來到這一刻恒指升幅到壓近200點 升194點 佈下16,806點 版面上見到的各項分量指數都升 成交超過634億 科技指數升94點 升風壓近3% 佈3,295點 看匯特廣告的情況 恒新中國企業 漲漲1% 國外 騰上升超過2% 贏副基金升2.3 美脫就升2.2% 國外 佈下153.1 比亞迪股份位置大概6% 國外 升幅204.8 第六位的阿里巴巴 現在下午回來 勒為升多了少許 去到部分之3.6以外的升幅 佈下75.8 安踏體育李寧 繼續向下 安踏跌4% 國外 佈下78元 李寧方面 跌少了 下午回來 密跌幅不夠1% 跌3.5% 佈下55.2 若明深密 今日反覆少許 現價49.25 跌9 南方恒新科技 升到2% 國外 佈下3.255 主要藍籌股的情況 更盡下 匯豐控股42元的現價 升超過百分之二 又幫升2.5 中移動 反覆向下 跌5% 佈下50.15 港交所 升風 壓近3% 佈下259.4 武器方面 無動動 就和大家看看A股的情況 A股今日表現反覆少許 相證現在沒有方向 跌不夠1點 佈下3084點 互心300指數 輕輕跌1點 佈下3844點 創業版指數 升21點 佈下2456點 先和大家看看電力股 電力股帶著做好 目當中留意 華能國際電力 頭三季的上網電量 按年跌1.2% 但第三季按年增長 埋近1.7% 而頭三季的電價 升到2.1% 版面上 第二隻的華能國際電力 升幅超過百分之二 佈3.87% 華樣電力 升超過百分之三 14元的現價 龍原電力10.68% 升幅超過百分之4.7% 大唐發電價穩度1.77% 華電國際電力 佈3.16% 升到5C 同樣 其他電力設備股方面都有些支持 見到 中信證券說到 在第三季 電網電源投資持續走強的情況之下 產業鏈的企業業績有望 按櫃有得改善 當中行業就推介一隻東方電器 版面上 第一隻 東方電器有雙位數的勝幅 升到1.1個外 佈11.86% 哈爾濱電器 升超過百分之六 金峰科技和上海電器分別升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 金峰科技 佈9.24% 上海電器1.65%現價 至於6500% 中國高速傳動 3.44%現價 進進超過百分之二 再和大家跟下做得頑固的股份 部分體育用品股受壓 當中安踏其中一隻變差的籃籌股 見仗超過兩年低位 安踏跌幅到百分之四個外 佈77.9% 比零下午回來 跌少了 不及1%跌幅 佈55.2% 看看新州 早前都見超過四年低位 最新就輕輕偏遠一點 跌1毛 佈61.25% 看看特報 上一季的零售銷售案 年升兩成至兩成半 升幅和第二季差不多 數據公佈之後 見到股份重拾升勢 略為升多了少少 到百分之二過外 升幅佈7.89% 361度 升超過百分之二 佈3.31% 車股的情況都跟下了 留意比雅迪 見到發出營起 預計上一季 按年多賺三倍以上 今日股份都修復到二天線 最新都維持到6%國外的升幅 佈205.4% 今日一開始已經上回200元樓上 最新都維持到百分之六國外的升幅 隔離汽車升超過百分之四 升四毫一到10.28% 長期方面 今個星期都將會公佈業績 最新股份升超過百分之三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收看 歡迎收看智庫錦囊 又去到技術分析的環節 我們當然要請教Caster上課堂 Caster你好 大家有一個問題 看著自己手上的倉 都打個問號 究竟大市上經常都說 不斷下去 何時才可以見底 暫時去判斷的話 我們怎樣去看 好像有些訊號要跟一下 其實不單止大市 一般來說 我們個股都可以用幾個 重要的一個分析方法 來看究竟何時見底 第一 當然 如果我們去做的話 先看看究竟有沒有一些 我們經常都說的 RSI牛背池的出現 也要看看有沒有一些 叫做單日轉向的走勢 再加上看看有沒有升穿一些 主要的阻力位 這三樣東西真的很重要 為什麼會說重要呢 就是很多時投資者 去看一些分析工具的時候 往往就說 這三樣東西不會同時間出現的 就要逐個逐個去看 究竟他們在這些見底信號 有沒有出現到底下 判別整個市 是不是真真正正的 是可以見底的出現的 當然了 RSI牛背池 講了很久的了 是啊 我們經常這節都講的 經常都講的 就是不停的 人不勇其煩都說 如果RSI牛背池出來的話 就基本上可以買下去 作一個中線部署 就不需要說炒兩三格 就走人的 就是RSI我們說牛背池 不怕沉氣都說了 總之如果是股價 或者是大市場 一浪低過一浪 即是在做底不斷向下 但是動能指標 反而是一浪高過一浪的話 這就出現一個轉牛的一個信號 是的 就是我們三格指標 本身就向你討教的時候 都在想 那是不是集齊龍珠 越多越好 叫神龍出來 但是原來不是的 其實如果真的夠勁的話 一樣已經夠了 沒錯 RSI你說還有分強弱之分 是的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垂頭羊竹 我們很少聽你仔細說 其實如果你看看這三樣東西 裏面 垂頭羊竹 就是一個 我覺得 其中一個真的可以 是當一個很強的 見底信號 一般來說 我們經常說陰羊竹 有好幾種 陰羊竹 它究竟是在說什麼呢 就是告訴大家 背後的投資者 在想什麼 或者在做什麼 其中來說 就是垂頭羊竹 我們就說 一枝的竹身是比較小的 一個羊竹 有一個比較長的下影線 我們都可以當它 作為一個垂頭羊竹 當然你說頂部 有沒有一個叫上影線在那裡 如果沒有的就最好 有的都不怕 小小的也可以容量 對 都不怕的 主要我們說的那個垂頭 就好像圖裡面 你看到一個垂仔 很明顯那個頂部 下影線是長的 這個垂頭羊竹 就是反映的一件事 就是開市那時候 最初投資者是看淡 令股價跌得很急 然後在底部很快就找到支持 並且 投資者重新再買一隻股份 令到股價由低位逐步向上上移 並且是升高過早段開市的水平 顯示一件事 就是一個叫低走 然後高收的格局 這個就是一個很明確 告訴大家 投資者在低位是願意開始買貨 令到股價升上來 一個見底信號 是的 你都說得很清楚 我真的無需要再補充 不過如果是單日轉向大成交額 加上長下影線的垂頭羊竹 這個是一個混合 還要看看是否真的成交上有所配合 確實的例子大家應該都很想知道 我們看回去年7月的時候 其實是出現過的 當時是說歷史背景出現了什麼事 還記不記得我們在去年年初 曾經大市是從3萬1的水平匯落 接著有幾層想反彈回去 就2萬9已經是無功而悔 接著之後就出現了 我們途中綠色圈了這個 剛才所說的垂頭羊竹 但後來就真的不太能彈得起 這次的死因在哪裡 死因很容易去理解 最重要就是這個垂頭羊竹 是在一個很明確的低位出現 或是在之前一些畜生出現 其實在那裡來講 我們看到的確確 它是在底部出現了 而且也都很厲害地 由底部開始反彈 升上來 成交額夠不夠呢 其實是 又差一點 你可以說是比之前那幾天 只不過就是差不多 我當它沒有少過都是差不多 不是真的是大得很厲害 因為在一般的情況下 真是一個單日轉向 成交很明顯是飆升上來 因為大家都覺得是見底 要買東西 那一刻就會是蜂擁入市 而當日來講 成交是稍微低過之前一天 而且也看回 在那幾天來講 也不是特別見到一支很長的成交額飆升上來 所以你只可以當當日來講 就是有人搏反彈 所以就買入 而且也有一件事可以參考 就是看當時的RSI 是否是一個很低的水平 抽上去 當時來說也是這樣看回 大概是25.9左右 即是26 也不是真是一個很低很低的水平 因為一般的情況下 如果出現這些 即是單日轉向的徐頭陽燭 我們會見到 通常之前是跌得很厲害 然後才見底再抽升 所以如果你看 二十幾天不算 是的 不算 很超賣 不算超賣也很厲害 即是你只可以這樣講 就是它低過30 但是問題就是 動力未存到很足夠的反彈的幅度 所以那一下就彈上來 彈到二十天線的位置 又升不到上去 所以最終來講 合起來所有的東西 都顯示著一件事 那個反彈 是純反彈來的 不是見底走勢來的 是的 竹身上好 出現了我們剛才說的 徐頭陽竹 但是成交上 下面那些藍色紅色棍棍 大家見到這一下 都沒有說前兩天的陰竹 比較明顯上升 其實我們說要挑剔 還要少了 跟著就是出了一個 徐頭陽竹過後 其實都要很多指標配合 都是未升穿20天線 即是我們途中見到紫色線所在 跟著之後已經打回頭了 即是說 單以是竹身好 出現了一些比較亮點的訊號 但是要看其他就未能夠配合 所以就借不到上個東風 沒錯 今次就算是實戰地看一看了 究竟怎樣去判斷 如果是在我們的行指上面 剛才三大訊號 我們只是說了徐頭陽竹的個案 但無論是牛背池 還是升穿之前的低位 我們都好像未做到 是呀 其實有少少遺憾 我可以說 今次來說市場 就算好像現在這樣 升200多點 我覺得就是 未有一個真正確認見底的訊號 隨後陽竹見不到 都沒有這些所謂的 即是達轉向的出現 是 唯一一件事我覺得 暫時還是可以寄望的 就是這一層我們見到那個指數 就出現是一底低於一底 與此同時它的RSI 就出現是一底高於一底 這個是一個叫做 整體的動能有改善的跡象 能不能夠成功帶動回整個市是有 現在的低位是反彈上來 我們又繼續看了 看一條二天線 可不可以真正突破 因為如果看二天線 走勢就應該是一萬七千四百三十八點左右 會是一個主要的阻力 如果二十天線是可以成功 突破了 那就一天都光光了 因為如果是看回這一層 那個牛背池出現 我們是會可以見到那個反彈力度 會是比較大的 因為牛背池通常就是 預視著一個見底的訊號 確認到是叫做升穿二十天線 走勢是突破了短期的平均走勢的話 我們甚至說最終來講 可能有六十一點八個巴仙的反彈幅度 如果這樣算的話 其實可以用回 這個四月份當時的高位 就是二萬二千五百點的水平 算回到最低位 昨天見到最低的水平 就是一萬六千三百五百點 算回到三十八點二百點的話 就剛剛好去到一百天線 大概就是一萬八千六十的水平 我相信在現在的水平來說 大家可以進一步看好後市 不需要太過擔心 一百天線所在 其實我們當然要逐級逐級地看 二十天線其實都在車邊 八月打後我們多重遇到一個阻力 其實就是一萬七千四百點 升穿了我們才看高一點 現在基本上日軍線是倒序式排列 即是越近一點就十天線那些向下 越遠一點的那些好像一百天線所在 即是一萬九千八百點水平 就比較上方的位置 還有剛才說到 牛背池我們做了第二底 但是動能指標其實是由十七上到二十多 其實我還會問究竟力水是否欠逢 不過我想看多個例子 其實我之前和你研究過 歷史底下我們曾經激勵過的技術走勢 股災的情形我們是出現過的 看回比較出名的 是九七至九八年股災 當時行指是怎樣走出谷底 就呈現過一個叫W底 那W底是甚麼 其實W底我們可以當以雙底為例 都是一個W底 原因是說第一次跌下去的低位的時間 反彈上來 初步大家未確認到是否真的見底之前 會做一個所謂回調 再去試之前的底 還未跌穿 甚至跌回去之前的底部附近 是否正確立了 令到走勢有望真是見底形成上升走勢 當然你說回到之前的底部 還是未去到之前的底部 已經能夠再進一步上升呢 這個都不要緊的 主要就是說我們停止了之前的一個 叫做一底低一底的形態 只要走勢向上突破第一次反彈的阻力位 譬如在這個圖裏面 我們看到8076點 頂線所作 所謂的底部的頸線 箱底的頸線 而這個箱底就是一底高一底 變相由之前一個一底低一底 形成一個一底高一底 破到頸線的就是另一個叫做見底的訊號 這個也是重要的 但為什麼呢 你說我們這次好像難做到這個形態 是啊 暫時來說比較難的 首先第一樣東西 就是你看到那個指數 都是一底低一底的 我們也都未出現一底高一底的形態 即是磨耐些才有機會 看不看到W底 其實很多時候都大家等的 其實一直在等著 譬如說今年3月份 是1235之後彈上去 第二次跌下來 在這個5月的時候 曾經跌到19178 是 沒有再跌的 當時來說就是想著再彈上去的話 穿到頸線的話就很好 當時來說頸線是4月初的22523點 這個位可惜就是穿不到 穿不到之後 確認再要再試一個低位 變相之前完成的所謂的一底高於一底的形態 就失效了 是啊 很可惜的 上次來說真的沒有辦法去突破之後 一直尋回底部 現在來說最重要的 如果一個所謂的真正破位的話 我估計 我估計 起碼我們要見到1235這個阻力位 是要成功升穿到的 17400再望就18235 那我要問回剛才的問題 是 今次這一下動能指標都是上20幾 其實如果你看回RSI好一點的 在之前來說 是去到24點幾就開始由低位 是抽上來 是 並且現在來說 都算是站在30樓上 已經 這個高於一底的RSI 都可以說是一個牛背池 不過那個牛背池的力度 就不是說真的 好像我們經常都說 牛背池的第二隻底部 可以是做到30樓上的話 就最好了 現在來說就是差一點 是的 希望都逐漸 希望去做到慢一點 但是就想回到這些所在 17400我們先看回 就是之前壓穿了的 18235關鍵位置 好 早上來說 恒指升幅去到178點 謝謝CASA和我們分析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再休息一會 謝謝CASA